越過苗栗一山又一山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另外一座山 在苗栗南莊山上有一個童話村 除了擁有無限山藍風光 森林瀑布 還有莊園主人精心設計的彩繪 跟童話書屋 走在莊園裡 就好像愛麗絲夢遊仙境 處處都有驚喜 苗栗這個地方真的是山多平原少 現在這裡 它是一個充滿童話故事感的小山莊 也是很多網美還有美女 喜歡來打卡拍照的景點 我已經看到好多歐式的建築物 超漂亮 走 我們趕快去拍照 好 這可愛的書屋 同時也是民宿 有四道霸人房型可以選擇 每一間裡頭的裝潢擺設都不一樣 一進門就能聞到檜木箱 還有觀景小窗可以讓你眺望整個山景 好令人放鬆 真想在這睡個午覺休息一下 等等 我們還有一個地方沒去 趕快 這一條就是號稱全台灣最長的溜滑梯 我們就看誰溜下去的速度最快 好不好 但是我們不是直接溜 我們是要坐著這個滑板溜下去 沒錯 你看溜滑梯這麼長 我們屁股早就少焦了 沒錯 來 走吧 走吧 走 出發 聽說要把雙腳懸在上面 然後手要收起來 雙腳并龍 不然會被 這是我們正確的姿勢 正確姿勢 走 雙腳并龍伸直 好可愛 有不太快 有不太快 剛剛也太快了吧 嚇死我 受不了 我跟你講 剛剛那個速度我覺得有一個很嚴重的東西 是 跟體重有關係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 是不是因為你很輕的關係 所以你剛剛溜下來 就是很一氣呵成這樣子 怎麼可能 一定是你太重 他剛剛往下溜 完全不減速你知道嗎 我剛剛中途有一點 慢慢的卡住卡住的感覺 所以恭喜AV獲勝 我原本以為說重力加速 我可以就是什麼 時速超過100 結果根本沒有 沒有 這會是 其實剛剛教練後面有講 他是說 其實你如果身體壓得越前面 重心越往前面的話 他的速度會越快 那你身體越往後勤的話 就是可以做煞車的動作 就是非常刺激的一個遊戲 小時候都是在遊樂場裡面玩 那種小朋友版的溜滑梯 今天玩這個全台灣 最長的溜滑梯才知道 原來溜滑梯也可以這麼好玩 這麼刺激 爽啦 對 前面還有更好玩的 走 走 今天來到這裡 真的很放鬆 也很充實 很適合帶一家大小 來這裡散步走走 走累了也能直接坐車 游覽整個山林風光 如果玩得太晚 還能直接住下睡個一晚 真是完美啊 這次來到苗栗 覺得苗栗這座三層 真的有翻不完的寶藏 非常推薦大家 可以計畫個兩天一夜 來苗栗度假旅行 好啊 那最後就與這杯 清涼的水果氣泡飲 做結尾吧 乾杯 P ofere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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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